你不想要養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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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我家裡養貓,沒有養貓 我也是養貓 因為媽媽不喜歡貓 所以我就在學校偷偷養 一開始其實是因為媽媽 因為那時候媽媽懷孕嘛 我就生孩子,生了孩子過後就 我就想說不然就照顧她 就是跟幾個老師這樣子 幫她的孩子找我領養 然後找我領養過後 她就變成在學校常駐 我們就想說不然就照顧她 然後她跟喳喳差不多是同一個時期來 所以那時候其實原本是想要照顧她們兩個吧 所以到過後才 越來越多貓來 我們才有受傷的 什麼啊,我們才救回來 這樣子 因為我喜歡貓啊 其實一開始我餵媽媽的時候沒有發現到她懷孕 因為那時候她來的時候蠻瘦的 就肚子不明顯 所以我餵了兩個禮拜過後 奇怪,這我媽媽突然間不見掉 然後我就突然間聽到老師講 欸,有貓在黑箱裡面生孩子 我就蛤?貓?生孩子? 然後我就去看了一下真的是她 我也不懂她講去照顧 然後那老師講說不用緊 貓糧那些我來買 你們負責幫忙餵就好 然後就那時候就這樣照顧媽媽 我們有一天就突然收到通報講說 這是正門口 丟我一箱毛 六隻 小毛 然後我們到那邊的時候只剩下最後三隻 其他三隻 我們問剛那些他們講說不知道 他們爬走還是怎樣 可是那時候我們有找了啦 可是是找不到 可能被領養走還是怎樣 剩下最後三隻是有一點點的就是 比較嚴重 發炎啊那些就是症狀的那些 就是不太健康的 然後那時候也算是蠻有挑戰性的 那時候蠻緊急的 然後那時候我們是有拖 我們之前的一個籌位啦 不好意思現在畢業了 看到沒有? 他駕摩托 他駕摩托去載回來這樣子 然後就那三隻我們就按鈍他們 然後幫他們洗澡啊 然後帶我們去看醫生這樣子 然後其實也是過了蠻長一段時間 才找到靈鳥 因為那個Dai Go的話 他是在我們學校門口被撞 然後那輛車 不知道他是沒有注意到他撞到嗎 還是他撞後逃 然後Dai Go就是他爬回學校 然後那個阿邦就通知師人 就我們現在的主席 然後就趕快帶去看醫生喔 因為晚上嘛十點多要十一點 所以就去到比較貴的那種24小時了 然後那個醫生也是看我們是學生啦 他就講說 其實我們這邊的收費比較貴 就是建議轉院這樣子 最後是轉去UPM UPM是政府嘛 就比較便宜喔 然後就在那邊治療 差不多整半年這樣他在恢復 然後這半年裡面我們就是斷斷續續 就是抽花症差不多六千塊 那是我們第一次 然後大家就是很手環腳亂 因為第一次遇到這種嚴重的case嘛 那時候我們連成立都還沒有成立 還沒有喔 那時候我們還沒有成立 其實 這是我們第一次把炸 第一次抽款 第一次發Post 打過真的是我們什麼第一次 就是我們第一次為了一隻毛 Auto shift FPM 給錢 給錢 我們現在是有分兩個啦 一個是職位的團隊 一個是職員隊 職員隊的話就是他們會幫忙做一些 就是平時餵貓啊 長毛沙啊 然後打掃這樣子 就是照顧平時貓貓的那個 日常生活這樣 日常生活這樣 其實我們現在的南騎 其實一直以來的話都是人手不足 還有就是資金的方便喔 因為就是我們其實也辦不上 只是學校內的貓咪 我們是連就是學校周邊的那些貓咪 我們有照顧到一點 雖然說 可是我們因為人手不足嘛 還有資金不足 就是也不能夠就是馬上讓 就是馬上讓學校外面那些貓咪 就是可以去絕育啊 或想說去幫他們找那樣這樣子 其實現在主要是 會比較需要資金啦 因為我們有想要安排做TNR 有讓東文那個絕育這樣子 然後可能資金方面我們還不太夠啦 就是如果我們要坐到外面 可能還是需要找的 然後物質的話也是會比較需要啦 就貓沙貓量這些 因為就是日常消耗品的話就是一直都會需要 嗯 醜貓也是很可愛的 哈哈哈哈 因為很多人都是挑那種漂亮的貓 不要因為品種去應應養牠 就你要考慮清楚 你到底有沒有那個 符合就是養牠的條件 有沒有那個能力 就是會聽到很多那種欺養的case 嗯 就覺得你養牠養好 為什麼你就突然間不要牠 就可能你生命裡會有很多寵物 但是牠只有你 就不要欺養 目前新紀元貓貓救援隊開放領養的貓咪是這隻小巴嘎 這是一隻十個月大的奶牛貓 是一隻活潑好動而且黏人的公貓 目前已經完成了結紮手術 由易領養小巴嘎的朋友 歡迎通過instagram專頁聯絡救援隊了解詳情 另外這個由學生和老師成立的貓貓救援隊 在2023年6月1號正式成立 經營了十個月 目前成功救助36隻貓咪 牠們主要的資金來源 便是校內同樣愛貓的老師和同學 以及校內活動籌款而來 不過作為貓咪領養的中轉站 照顧貓咪所需的費用和物資 往往是不足夠的 如果你也希望為貓咪出一份力 也歡迎大家聯絡救援隊 為他們提供各種形式的幫助 跟你們在那邊 既然是不足夠的 但是在那邊 來美國就是吻咪 你現在有一個計畫 人數師在哪裡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計畫 可怕你還沒給我 在那邊 寫著是 在那邊 你怎麼去打 你這麼多? 你現在做了嗎? 我會是要聊天 所以这一部分都不是比较多一样